刘晗月 万物滋生于滴 故滴成天而生也 下面是书的文字 说瓜传 讲坤是顺也 朔文解词说 成是封也 给万物滋生于滴者也 独 然独印不胜 古滴为夷 柔顺上乘护天 而后万物生 明昆宁千远也 对吧 这个坤呢 做孙子讲 这是说话专利的解释 成呢有当奉尘的意思 是朔文解词 是这么说的 下面李道平的解释 天地间的万物滋生于滴 那就是靠大地 才能生出来 下面呢 独印不生 独印不生 是古量专利的话 古量专利所讲的 独印不生 独氧不生 所以必须啊 独氧专利还有一句话 独天不生 所以这个合起来 阴阳再加天 合起来 才能够生万物的 那么所以啊 独以柔顺上 成虎天呢 独能够生万物啊 叫陈寿虎天 再加上这个阳气 而后万物生 这是说明了 昆是宁结千远 宁是凝聚的意思 把钱的这个元气 凝聚而生万物 下面是昆后在乌 俗菜曰 昆以广厚之德 在寒万物 无有穷经验 这个书文是这么说的 书画传里解释 昆为大语啊 这个语字 就是一般写那个 舆论的那个语字 是一个同一个字 那么昆是大语 就是大车子的意思 许其能载乌之义 车辆是能够 称载东西的 这个大堤呢 昆是大堤啊 它就好像是 那个大车子 能够载乌 中庸里面讲 国后可以在乌也 国后是指的大堤啊 远昆呢 要这样 国是大堤子 后是深厚 又广大又深厚 为的就是能够 称载万物 故愿昆以广厚之德 在寒万物 它不仅是称载 而且是寒荣万物 夏云的吴江啊 下面就是 坦传 下面叫德河吴江 这个吴江 故愿是无有穷经也 这个经字啊 在经文里边 这个经字 一般是境界的经字 下个图字边 在这里是一个字 两字是同用的 无有穷经 就是吴江的意思 下面是德河吴江 俗采乐 天有吴江之德 而昆何之 不愿德河吴江啊 朔文杰字里边讲 江的 本来是做江的 戒业 那么现在这个江子 从左边 加上这几笔 在说文杰字 本来啊 就是右边 上面一个田子 下面一个田子 中间画三画 这个表示 这个 一个界限 无将就是 第一 以那个形状来讲 中用里边 讲 有九无将 那么最后 天地 研制 有九无将 这句话 把这个天地 合起来说的 那么 第一的无将呢 是 就形状来讲 天的无将 是 就它这个气体 来讲的 皆有得 而且有得 来表现 它的意思 天的无将呢 昆仑何之 故也得何无将 所以中用里边 就讲 有九无将 有九无将的意思 那么 天的这个 无将是漆啊 那么就 拿现在这个 地球 海空 知识来讲 也是这个意思 拿现在这个 地球上面 有气体 有大气层 大气层之内 就是这些漆啊 包围这个大地啊 所以这个 就这个气体 与大地的 这个 整个这个 这个形体 是合起来的 合着讲 无将 寒红广大 一进一东 经的是 叫坤卦 动的是 叫这个 前卦 阳阳 亦是寒红 亦是光大 下面是 品物弦恒 顺爽 天地交万物声 故弦恒 垂景 曰 欲万物为红 光华万物为大 动之 歌岁 即兴 故也 品物弦恒 那下面这个 书问解释了 天地叫 这个是太瓜了 天地叫 而万物通 也 这是太瓜里 瘫砖的两句话 天地啊 一交往了 而万物就横通了 何事比一度 在那两句话里面 何事 读解就说了 太乃之为道 文意通生万物啊 太瓜 太瓜的这个道理啊 爬的意义啊 本来是一通 来生万物的 不通啊 是不能够生万物 你就拿现在的这个 种 农作物的 那个种子啊 没有氧气 来爬的话 那种子也不会发芽的 所以这是 必须要流通的 重生万物 那么太呢 太就是通太的意思 太的意义就是通 通就是恒 所以天地叫万物生 而 弦恒 天地啊 阴阳二气 发生交流了 在天地间的万物 而弦恒 弦恒就是 一切就能够通达了 明 坤寿前 横业 这就说明了 坤这个大地啊 必寿前的两气 也就是元气 而能够横通 寻爽住的 地井住 寒与万物 而红着 这句话意思啊 就是君臣约 君臣是书经里面 书经周书 记载周家的那些事情 那一篇里面 说了 有荣 德乃大 荣就是 能够寒荣的意思 能够寒荣啊 这种德了 大德 就像这个大地 能够寒荣一切的 就是大德了 光华万物伟大 就是谣点里面讲 谣点就是 书经里面 开头的一篇里面 谣点 就说了 光备四表 格语上下 光华万物伟大呢 就根据 咬点的那两句话的意思 那么 说为光华万物伟大 仆人的这个 引用这个经文呢 有的直接把经文 引用出来 有的是 根据经文的意义 它是引用那两句话的意思 那么那两句话的 光背四表 也就是光华的意思 背就是 甲背 四表是 中国以外的 那个四 外面的 表是表外 外面的 四近之外的 格语上下 格当至子讲 以至于上下 四表是 中原的 中国四方之外 上下呢 也就是空间呢 空间是立体的 不是平面的 四表是平面 加上上下 那么那是 形容咬的那种大德 就那个意思来讲 在这里讲 光华万物伟大 昆的大德 咬点那边是 光背四表 咬的是 是责天 孔子讲 为天为大 为咬则之 咬的这个德 是配合这个天的 这个大德 这里是讲 喷德 天地交代 是配合天的 请你订阅 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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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